第七单元,中国人的生活和娱乐,第十八课,中国人住的地方,中国人住的地方,难道和西方人住的地方不一样?不一样,让我们从北京人住的四合院说起,右下图中,就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, 在西方,我们常常见到房子的前后或四周有院子围着,而四合院却是房子围着院子,中国人为什么要让房子围着院子?住在四合院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?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,是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,四合院正是这样的大家庭住的地方,进了大门,通过左面墙上的小门,来到四合院的外院,外院南面的客厅是主人接待客人的地方, 四合院的大门,四合院的大门开在东南角上,在五行中,东属木,有生发的意思,大门一开,迎来生长的气息,当然是极力的, 内院北面中间的大房子,叫做正房,正房向南,东暖夏凉,是老人爷爷奶奶住的地方, 东西两边的房子比正房稍矮,叫做乡房,住着老人儿子们的小家庭,正房和乡房很像各自独立的公寓,相互之间有游廊连接, 外院北墙正中开着二门,进了二门是内院,这里才是四合院的主人日常生活的地方, 正房两旁的小房子叫二房,老人的女儿们在出嫁以前就住在那里, 二房也可以做客房用,四合院的东南角上是家属,家属安排在这里, 孩子们的读书生不会影响内院里安静的生活, 同时也方便老师放手管教学生,四合院里最可爱的地方是那露天的内院, 三面的房子都向着内院开门,无论住在哪边房子里的人,打开门一抬脚就来到了院里, 院里种着树,栽着花,搭着葡萄架,还放着几个大大的金鱼缸, 爷爷和孙子在石桌上下棋,几个坐不住的小家伙满院子追着闹着, 小狗摇着尾巴跟在后面奔跑,晚风轻轻地吹过, 把花香送到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, 夜深了,玩累了的孩子,说够了话的大人,告别了星星和月亮,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人们听着院子里的虫鸣,进入梦乡, 傍晚,全家人早早地吃了晚饭,三三两两地聚集到院子里来, 葡萄架下,孩子们围坐在老奶的身边, 听老人家讲故事,石榴树旁, 大人们泡上一壶茶,一边喝茶,一边聊天, 四合院的内院是孩子们的天堂, 春天看花,夏天捉蟋蟀, 秋天摘果子,冬天捕鸟, 在西方长大的青少年, 你们可曾见过这样的大家庭吗? 四合院对外只有一个街门, 关起门来,一家人自成天地, 住在四合院里, 人和人很亲近, 人和自然也很亲近, 同时又感到十分安全, 中国国土辽阔, 各处的地理环境互不相同, 要是你到中国各地走一走,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房子, 也会看到不同形式的四合院, 在向南的黄土坡上, 挖一个大洞, 洞口气上墙, 装上门窗就能住人了, 这样的房子叫窑洞, 窑洞只要造一面墙, 既省工又省料, 而且冬暖夏凉, 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上, 建造房子需要的木料非常缺少, 可是那里有厚厚的黄土层, 黄土又细又软, 容易挖掘, 却不容易倒塌, 在那里, 房子不是从地上建起来的, 而是在土里挖出来的, 从外面看, 每个窑洞是各自独立的, 走进里面才发现, 每家的几个窑洞之间, 有隧道相通, 自成一体, 山坡如果比较高, 可以挖上下好几排窑洞, 整个山坡像一座大楼房, 紧挨着的三五个窑洞里, 住着一户人家, 有的人家把窑洞和一般的房屋互相结合, 建起了黄土高原上的四合院, 在那样的地方, 一个住着几十户人家的村子, 从远处看去, 只是一片平地而已, 在没有山坡的地方, 能挖窑洞吗? 也能, 先在地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大坑, 塞在坑的四壁挖出窑洞, 一个地下四合院就建成了。 中国西南部气候潮湿, 地面上的湿气对健康不利, 人们用树木把房子高高地抬离地面, 建起了吊脚楼。 在水位起落的大江边, 也可以看到吊脚楼。 当然, 这不仅是为了躲避湿气, 更是为了在水边生活的安全和方便。 水位稳定的池塘边, 就不需要吊脚楼了。 幼途中的房子, 在长江南北的地区很常见, 那白墙黑瓦倒映在水里, 是不是格外的漂亮? 福建省的山里, 有客家人建的土楼。 客家人原来生活在北方, 因为要躲避战争, 往南迁移到陌生的地方。 为了安全, 同一家族的几十家人家, 靠着大山建一座大大的土楼, 几百个人住在一起。 从北京的四合院, 到黄土高原上的窑洞, 从西南的吊脚楼, 到客家人的土楼。 亲爱的同学们, 你们是不是看到, 这些中国人住的地方, 有着共同之处呢? 在课文后的阅读材料里, 我们将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。